我不相信 这死亚的会是真的庄青岩 你之前不是确认过吗 他遇到了严重车祸 我的确确认过 那辆车遇到了严重车祸 蹊跷的是 车上的人摔碎了车 最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板 我觉得除了我们 还有另外一队人 在追踪他的下落 当然 庄青岩一回来 整个庄稼和南海 一切都被他打破了 怎么可能没人盯着他 或许啊 盼着他别回来 最好消失的人多得很 走 我们去检测中心 我就不相信 在全体股东大会之前 抓不到他的破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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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還有多少秘密 安排得怎么样了 医院里刚刚那些人 你为什么回来 你知不知道 刚刚在恒城医院 有多危险 那你呢 你明明知道这么危险 你又为什么要来 为了毁掉庄稼 你走了 没有人能拿回股份 也没有人能够成为 蓝海一星真正的主任 既然我不能替新颜 完成她的心愿 那我就替她 毁了这一切 严新城 可你呢 忘了我和你说的话了吗 这不是你该回来的地方 严新城 你到底是谁 我看到了 你并不贪恋庄稼 也不想要 把这蓝海的巨额资产 你不为了钱 也不为了人 那你为的是什么 让我卷进这个漩涡里面 你的目的又是什么 你想知道我是谁 你把我带到这套船上来 你总该告诉我 同行的是谁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庄心颜的人 为了她我可以放弃一切 也可以毁了一些 我就是要帮她把该拿的拿到 如果拿不到 那我就把庄家和蓝海全毁了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为了心眼我都会去做 严新城 可是现在这些跟你没有关系 你可以拿上你的护照机票 飞回你的海外一打 你可以走了 等一下 我说等一下 严新城 我不走 既然决定了 就别在乎你 我要留下来保护你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也不可能变成真正的庄心颜 但至少我的脸跟她是一样的 我可以用我的脸 我的身份来保护你 就像在医院的时候 庄家的人还是会因为我的身份 祭套我的 什么你 你不能毁了庄家和蓝海 这是欣妍和她父母的心血 她一定希望你能好好地守住他们 我跟你回来也是为了完成 她最后的遗愿 方向控制了整个贵宾宾病房的系统 今天和明天都不会有人出入老董事长的病房 我们找了医院最专业的专家 给老董事长进行全面治疗 待证实结果出来后 我们再把老董事长送回恒生医院 你们是怎么想到要把董事长 要把外公送到别的医院去的 从回到庄家的第一天起 我就觉得不对了 庄老董事长病历上写的是肾脏衰竭 除非进入晚期 否则不会昏迷得那么厉害 但是肾病晚期 病程都离不开血透仪 但庄老董事长床头的血透仪 极少打开 从那时起我就严重怀疑 有人故意拖延老董事长的治疗 所以我们把它转到我们熟悉的医院 用我们的人全面治疗 故意拖延老董事长的治疗 那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老董事长严重昏迷 蓝海一星群龙无首 庄家打乱 就会有人趁这个机会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庄家的掌控权 集团的高位 又或者 从来不被允许的放纵和自由 可是 他们都是外公身边最亲近的人 在上尉的世界里 没有亲近这样的字眼 又或者说 在这样的世界里 没有感情这种东西 无论是亲情友情又或者是 爱情 所有人都像浸在深潭里的鳄鱼 为了巨额利益 他们可以不顾一切 如果你也在这个深潭里 不把自己变成无情的鳄鱼 你就会被集体撕碎 这也是我要你变成庄新颜的真正原因 别动 你在干什么 医生嘱咐过了 外公需要休息 任何人都不能打扰 你少在这儿跟我摆破 这里所有的主治医生 我们都是熟悉的 外公什么时候休养 什么时候治疗 还轮不到你法号士领 起开 你别碰我 我是庄家大小姐 庄美轩的亲生女儿 在你碰我之前 你最好好好想清楚 你有没有资格碰我 在蓝海全体股东大会之前 外公需要没有任何人 打扰到静养 如果你们不希望 大会出什么岔子的话 那就趁早离开 就是因为下周全体股东大会 所以我们 才不放心外公在这儿 谁知道 你们会对外公做什么 毕竟 只有外公才能有权决定 下一任继承人 只有想对外公做些什么事情的人 才会有这种猜测吧 只有想对外公做些什么事情的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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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你别碰我妈 不想场面太难堪的话 就别动手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这辈子都不会跟姓庄的说话 你以为搭上这个丫头 就能做庄稼的半个主人吗 在这里还轮不到你做主 家凯 打电话 封锁医院 他们能把你外公偷走 内贼一定不杀 大阳 明白 你拐带病患 意图谋杀 好大的帽子 但是想这么做的从来都不是我们 是那些为了巨额利益 连自己亲人都下得了黑手的人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您听得懂 老林 还愣着干什么 报警 等等 董事长 你没事吧 我来 外公 外公 怎么 不认识我了 怎么 还是不认我了 爸 还知道我是你爸 他们把你带去哪儿了 你身体怎么样 受伤了吗 要不要我给你叫医生 不用 我这把老骨头 命 应得很 我前半辈子死不了 后半辈子 谁也弄不死我 这把你带去哪儿了 你带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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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去哪儿啊 我不认识我 我感觉 我的来日也不多了 所以今天 我想把我该说的话 都说了 庄家的产业 按照你和你姐姐美轩的约定 一人一半 蓝海一星 她虽然是我亲手创立的 但过去十几年 都是由美轩夫妻俩 发展壮大的 本应该全部交给美轩 可惜啊 不过还好 新烟回来了 你妈妈留下的股权 应当全部由你来继承 股权转到你的名相 你就是蓝海集团 最大的空股人 所以 下周的股东大会 新烟 外公 庄稼 蓝海一行 全部 交给你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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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